欢迎收看 88理财有方 给您财富恩次方 你好 我们赶快来看看 今天帮大家准备什么样的主题呢 首先我们来看 明年的投资展望 那么我们独家呢 就要请到了 我们日盛投顾的总经理 秀丽 秀丽姐好 秀丽好 大家好 好 那么秀丽姐待会带来的 独家报告 要跟大家好好展望一下未来 为什么今天就要带大家展望未来 因为要让大家第四季快点布局 所以待会要好好听听秀丽姐怎么说 另外呢 秀丽姐今天也带来了 到底接下来布局 什么样的趋势股呢 科技指标类股 还有呢 包括了法说会的行情 也要带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今天下午有很多的法说会哦 包括了像联发科 到底它的一个数字如何 群创啊 到底呢 这些法说会 法说数字 待会要请秀丽姐帮我们来看看到底可以打几分 还有呢 待会下半段要带大家投资房地产去 我们到国外去当包租工 好 你会说国外还能投资吗 其实现在有一个新兴的地区叫做泰国的曼谷 曼谷呢 不只是很多的企业都在这个地方设企业总部哦 而且呢 在这个地方的房地产有点像大概二三十年前的台湾正要起飞的一个态势 所以呢 泰国曼谷的房地产到底怎么样来看呢 那么它的一些机会又在哪里 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好 那么赶快呢 我们就要有请这个秀丽姐来帮我们看看 就是今天的盘哦 今天的盘其实开高然后往下跌 跌破九千三 最后一盘有拉上来 就是感觉是故意要撑住九千三 今天收九三零六 但是量还是很小 量很少 而且外资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天 期限货都在卖方 今天有卖一咪咪 昨天卖的比较吓人 昨天八十亿 今天少了一个实惠数 八亿啦 不过呢 这个未平仓多单 还是有八万两千多口 我要请教秀丽姐 秀丽姐这样的一个盘是你怎么观察 其实今年的高点九三九九 大家就觉得只差九千四 好像只差一点 那么一步 其实真的不要把九千三九千四 看得觉得压力很重 为什么 其实真正的时间点 会是在十二月初的时候 我们先讲十二月初 有十二月四号的意大利公投 然后大家比较担心 其实十月十一月跟十二月 这三个月里面 我们要说严格说起来 美国大选根本不叫什么利空 就是个选举而已 其实跟市场牵动比较大的 应该是欧洲的问题 就是说是不是会有五星期运动党上来 有一些退欧的这种连锁效应 再来就是十二月 FED要不要升息 如果说这两个重点 都完全没有大家预期的 一个伤害性的构成的话 我想这个压缩这么久的一个盘 虽然是在相对的高点 但是要不要去做突破 机会其实还是非常的大 所以千万不要把这边当做高点 因为很多人都在看 就整个指数一直这样子 垫高垫高 垫高到这个时候 早晚要一个整理 早晚要一个修正 可是这个早晚 其实站在时间的序列来看 千万不要预设立场 待会秀丽姐 把这个日盛 报告都跟大家分享 对不对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专业的机构 这些报告其实都很值钱的 所以今天呢 待会秀丽姐要跟大家分享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一些 这个法说会 我们来看到 这个是联发科的法说会 那这些是他公布的数字 但是但是大家紧张的是 因为呢 联发科他的对手 高通去病了恩质谱 哇 这个叫强强联手 对不对 所以他很担心说 那联发科以后他的地位 会不会往后退一名 秀丽姐怎么看 他今天公布的这些数字 好 我们照着这个过程来做一个思考 第一个病恩质谱 市场的解读 其实因为在并购的初期 搞不好高通在忙着 做诊病的动作 给了短线上面的联发科 一个好的机会 所以市场的解读是一个短多 但是如果当他整合好了 高通从现有的行动装置 跨足到包括5G的建制 包括甚至物联网 行动装置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车用电子的 这一个区块 那我想甚至恩质谱 他在这个NFC的这块领域 也都是大家兵家必争之地 其实下一个世代 我们说整个晶片里面 最重要的关键 其实就在这几块 那当然如果说成功的 整病完成了 效率也提高了 然后在这个几个领域上面 他能够所向无敌了 这个时候对联发科来说 中长线的压力就会出来了 所以其实是不是一个短多 中长空 那我觉得这个后面的一个发展 当然大家要用时间的序列上面 来解读的话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们先看这一个 第三季的财报数字 可能大家会觉得 这个数字比预期好 这毛利率竟然可以持平 也很不错 因为以为毛利率会降 会降 对 结果没降 大家不要忽略了 其实因为整个第三季的 台币的汇率 已经升过了 升完了之后 它其实就走平了 走平了 当然第二季有比较多的一个 汇兑损失 因为台币升值 可到第三季 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我们其实看第三季 本来也不是联发科的一个淡季 可是到了第四季 大家看一下 可能也会有季减7到15% 那怎么办它的股价 对 所以如果在这个时间点上来看 股价也跌破季限之下 算是一个在弱势的一个整理的状态 而且这种弱势的整理量 也都向下了 所以其实在整理的时候 缺乏量 然后当然这个原先大家提到就是说 高通病安质谱 可不可以给它一个短多 但是短多的能量似乎也不太够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再去做一些解读的时候 千万不要以为股价会去反映第三季的利多 因为那是旧的利多了 大家现在看股价 其实是要看它第四季 要看它未来 就好像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展望 不会展望2016年 一定要展望2017年 对 所以这个是联发科 所以这个大家小心它的股价 那另外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法说会还有群创 穩帽跟台达电 友达昨天的一个法说其实不错 但今天股价是跌下来 群创今天其实公布的数字 应该也都还不错 对不对 对 其实这个部分里面 虽然大家看到年帧率是下滑的 对 不过我们仔细的来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说最近大家看 为什么面板相当不错 是因为面板报价起来了 那这个面板报价起来了 大家也都在去聚焦 就是说那还有没有什么新加入的一些利多 可以值得期待 那好不容易大家看电子产品的时候 看到了苹果的MacBook Pro 那这个Pro是不是可以对他们带来利多呢 可是那个面板用的是OLED 好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好像又没有办法match到 所以同样的状况 我们刚刚讲了一个重点 如果我们看到它第三季 既真不错 然后看到EPS毛利率都不错的时候 可是还是要回头想想 那第四季呢 对 如果第四季的这个部分里面 因为第三季已经来到了744亿了 所以这个QOQ可能没有办法那么高 那如果再跟这个年增率 去年第四季来比 也没有办法成长的话 所以今天的下跌 是不是就在反映 友达群创都一样 它的一个第三季的可能才 第二季才报数字可能不错 第三季的不错 第四季的还能不能那么好 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里面 当然这个短线上面 的确我们也看到 群创 友达这一波 其实是有反映正面的信息 那只是大家忽略了 就是说 最近的那个市场的资金 其实好像在偏好 这个群创或友达之外 还有一部分的资金 从稍早的邻居 到后来的这个彩金 那在这个部分里面 中小尺寸的随着这个报价也好 或者是这个市场的一个供需状况 其实似乎更是受到市场的一个追踪 这个是友达群创 对不对 另外我们来看 文帽跟台大电 最近大家看PA三雄里面 大概会看到 经过整理了之后 股价都有上来了 红杰科 今天看到文帽 果然这个为什么有机会上来 这也当然跟它第三季的财报数字 相当的不错 你可以看到这个年增率有高达两成以上 当然EPS的2.14元 然后还有包括毛利率的数字 都交出不错的成绩出来 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里面 看到好的成绩 大家也期待 这个电子产品相对的 这个PA的使用量 跟这个数字 其实是有连结在一起 这也就是为什么 最近在经过了修正的一些股价 我们看到这个减资 对 之后的一个股价 其实重新再上来 大家可能看这一段时间 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动静 可是这是因为比例的关系 事实上它是相当的强劲 我们可以看到 在涨升的一个过程当中 也都有带量 比较值得一提的应该就是说 这个财报的数字 对它来说反映了一些效果 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时候 看一些PA的股票 或者是看到过去有一段时间 比如我们刚刚举过例子 就是说股价在跌的时候 或者是这个时候 没有在涨的时候 但你不要忘了 这个趋势对不对 如果趋势其实是对的 那营收的数字会 对它有一些反应的话 我想这个股价 大概都不会休息太久 也不会太过于寂寞 那当然这个平价的角度 就会出来 那要平这个稳貌 这个股价在93块会不会 93块以上会不会 还有一些高的压力 那短线上面来看的话 毕竟要进军到 百元俱乐部的过程当中 可能还需要再观察一下 那这个时候 能不能够持续的带量 就变得比较重要 是 好 我们法术先暂时说到这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回来 我们要请秀卫姐 赶快帮我们来看看 到底接下来 我们要如何布局 迎接2017年 马上回来 展翘高飞的第四季 哪些股票将压轴演出 华信投顾李永年演讲会 10月29号礼拜六 早上在嘉义 下午在台南 免费报名专线 0809 089588 0809 089588 五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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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的世界欢庆公开发行 全晚床店五八折回馈 美国原装西蒙斯 月付1200 美国比格名床 月付1500 再加码 买上店送一下店 看来黄的世界 没有不景气 只有不争气 打造交易变身 旗鼓获利方程式 全面量化中建安 与您有约 10月29号台北台中 10月30号斗六高雄 02-2506-6808 02-2506-6808 你还会再来吗 这位不知道 我以前是个其他人 完全是 我以前就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释放每厘米的美味极限 转速决定Q度 菲利浦双向制选 IH电子国 创新为你 菲利浦 好 欢迎来 我们赶快请秀丽姐带来的是日盛的投顾报告 我们赶快来看看2017年的投资展望 这一张我希望大家认真听 因为秀丽姐给大家打强心针 股市还是可以赚钱的 没错 其实当大家看到这一段时间 涨到9000点的时候 其实好像有很多人因为做多没有赚钱 就一直在放空 其实真的是 我要在这边还是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 通常我们看到头部 它这个反转都会有几个特色 你比如说这一个高点 它都会有伴随一个大转折的头部大量 那这一次也是同样的 也有一个头部转折大量 那以现在来看 什么样的一个头部大量 完全没有出现 没有量 量一直缩 对 所以我第一个我要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因为在9000点 然后就一直救赚行情要死了 那这是第一个重点 我想我们2017年的投资展望 在下个礼拜四 在台大集市会议中心 我想第一个重点我就要告诉大家 而且我们要赶快把猴子送走 那送好迎接 为什么 因为猴子猴年 大家都说这个猴子抓都抓不住 就赚钱的人很少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 其实都是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 那要能够反转过来 在经济年能够大吉大利 我觉得关键第一个重点 你要看这一段 那给自己打一个强心针 让大家看一看 2013年的时候 行情可以连续的走红 对 而且这一段行情 为什么可以连续的走红 唯一一个这个季度 GK线里面会有这个连续走红的 就在这一段 那我们就去找找看 这一段能够GK线连续走红的 要件是什么 其实就是连买了八季 外资连买八季 我现在听到很多投资人问我说 外资已经连续买超台股三季了 而且又买了那么多 总是要卖 对 总是回家 对 那我就现在空好 总是会赚到 那我说你那个总是会赚到 现在才买超三季 如果连续买超八季 现在都还不到一半 所以他曾经连续买超八季 对 现在才三季 对 所以说不定他又再来 如果你算第四季的话 他也买超的话也才四季而已 对 所以我想这几个 包括高点的头部大量没有出现 包括外资可能有连续的买超 你看过GK线这样子连续走红的 腰间里面外资有买 那这个阶段我们也同样看到了 还有第二个重点 我们再讲评价的部分 以大盘的一个评价 我们想跟大家说一说 今年大概17倍的本益比 大盘的评价 如果以明年的企业获利 来估算17倍的本益比 到哪里至于 到万点之上 对 所以现在很多人 觉得万点很远 因为上次也有一万零17点 这样子跌下来 所以为什么空难一直觉得 他分透懂一定会赚钱 就是因为有上次那个记录 2811点一下子就落袋了 所以都在想着等着赚那一趟 但是我们想想看 如果明年的评价 到17倍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会被一路嘎空 第二个重点 我们说好了 明年没有像今年这么乐观 那我评价修正一下 我如果修到14倍的本益比 按照明年的企业获利 这个指数一样到9900 是喔 所以不管是14或17 其实都已经现在 还有一段空间 还有一段空间 所以我给大家这几个数字 给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对明年度 要做规划的话 你就不应该等在 现在这个位置点 你就不应该觉得 9300很高 那再来一个就是 今年以来 我们看看外资的操作重点 好 我们来看 其实外资在这边一路做多 因为它从1月就开始买 那你要注意一个重点 就是说时间进入到第四季 尤其是11 12月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觉得 要回家了 行情要结束了 因为根据历史经验 从95年到2016年 这个10月之前 对 那我们如果把今年的 11月 12月扣除掉 这个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也就是95年到2015年 11月上涨的几率是57 12月的几率是8乘1 是所有月份里面最高的时刻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 还一直觉得行情要结束 要结束的人 是不是要小心一点 而且我们也看到 第四季做多到明年的第一季 都是一个 一年12个月里面赚钱机会 做多最高的 其实很多外资 他们自己顺口溜说 sale may and go away 对不对 但他们要赚的就是第四季的钱 对 第四季跟第一季 到第一季 对 而且第一季还有 他们这中间这里就卖掉了 但是现在他们正要开始做 对 所以大家不要太早离场 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过 就是说外资买股票 买起来的时候 像我刚刚跟志余聊到 外资做多的股票 对 市值也大增 意思是什么 它赚钱的 赚钱 多少你知道吗 多少 8成5 8成5 对 这个准确率实在是太高了吧 所以分个外资买就对了 当然 所以外资的筹码股 是不是要特别的聚焦跟注意 对 那外资选些什么股票呢 其实我归纳了三个重点 买股票要先问问看三个问题 问问自己 第一个好不好 什么叫好不好 有没有成长性吗 有成长性的股票 当然是好股票 是 再来看贵不贵 贵不贵 很重要 不要买贵 注意我不讲便不便宜 因为垃圾很便宜 我们买股票不是买便宜的 对 那当然买到好的股票 又买的不贵 对 但我们说指数也是会有修正或整理 对 那我们说跌时重值 那这个值从哪里来 财报数字本质好不好 那就是会帮助你让他就算是修正都不害怕 所以会不会怕 怕不怕 对 那我相信外资买的一些个股都有一个特色 就是直利率的股票 就是让他跌他也不怕 对 跌时重值 你有直利率 反不离至少参加除全席 对 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直利率的一个个股 这里面有一些 刚好是电子族群 我们看看像晶元电 如果我们依据它的近三年的平均现金发放率 今年赚2.83 可以配到7.7 那这样的一个数字 在大连大的部分 不过我这些都是告诉大家 我们是用近三年现金发放率来预测的 那当然这个股价上面也会有波动 越跌它的直利率会越高 当然越涨的话反之 它就会下来 好 那大连大这个也是每年 我们说这个只要看高直利率的股票 它一定是榜上有名的 那这个部分里面 当然今年的这个EPS3.75元 也算是相当不错 而且配的都相当的高 我们列举出来 能够有高直利率的 泰伴也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那我们同样的也看到 像这个维新的部分 维新 维新比较特别也比较值得一提的地方 应该就是 它在整个今年度的一个除全席的时候 我们刚才聊到80几块跌下来 我们来看它 它是曾经 它现在是一路脚 但是我们来看更之前 它其实有一段是往下修正 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好不好 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吧 它是有一点点往下修正的感觉 这个是还原全值 如果我们不要还原全值 大家看除全的那一个缺口的话 会比较清楚一点 就是在除全前后 那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提 因为我印象还非常深刻 在除全前的时候 我们特别提醒我们的公司的投资人 就说 你要注意维新 为什么 因为它在除全前 大家觉得它股价已经涨了一大段 从四十几块涨上来了 那这个时候还能再追吗 我就说 这个时候很高的价格 但我算一算给你听 殖利率还很高 那参加完殖利率赚了之后 股价跌下来的时候 它就会很害怕 行情是不是结束了 结果其实没有结束 一下子又创新高了 对 所以这个是维新 我想这种就是要告诉大家 这个跟T50返被套牢了 想等着解套 那个完全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好 那再看到核硕 对 维新做电竞 核硕在这一边里面 当然大家看到 苹果的代工的题材 对 那今年赚到八块半 我不知道印象很深刻 我们在节目也常常讲核硕 有印象吗 说去年本来赚九块 结果今年大家都觉得 今年状况不好 估到六块七块的比比皆是 结果没有那么差 结果股价跌到 如果七块的话 跌到六十几块 对 那本益比不到十倍的时候 我在那个时候就跟大家讲 这个太委屈它了吧 对 何况人家还是凭概股 对 结果后来我们就特别提醒大家 那个估七块会不会太保守了 如果苹果出的好一点了 没有七块八块了之后呢 然后本益比大家也觉得太委屈了 给不到十倍太夸张了 对 那果然我们看到它就上来了 它就上来 所以这就是还它公道型 对 对 音乐达类似的状况 音乐达也是一样的情形 我们看到它的殖利率也有高达6.1 而且它的配息率 现金发放率还都蛮高的 都蛮高的 所以我们说在选股的主轴里面 不管是汽车 传产的汽车或半导体的族群 尤其是现在我们大家看 为什么高通并恩字谱 这种超级晶片的时代来临的时候 半导体这些电子科技 从原先的只会做传统的运算 都要做深度学习 AI人工智慧 这些就是可以 另外原物量我们很快时间 这个剩下快20秒 来 这个部分里面 当然说话族群随着油价 随着报价是一个重点 而且它也真的有不错的一个殖利率 那在汽车股当中 我们也看到像中华车 这个获利的数字 然后殖利率也都可以值得期待 是 这个秀丽姐今天帮我们带来 这个展望给大家做参考咯 好谢谢秀丽姐 那么在待会呢 我们要继续带大家来看看 房地产如何投资 如何出国当包租公序 展翅高飞的第四季 哪些股票